哇!今天一開始喔 畫面就是我們花美男寧靜多 就是在這些鮮花的陪乘下呢 揭開了我們今天禮拜六 今天禮拜六的 週末愉快心情的開始 今天天氣有點陰啦 雖然說這樣看起來呢 還是有一點藍天白雲 但是But 遠方太陽被擋住了 所以看不到什麼很陽光的感覺 那整體氣候呢 不錯涼涼的喔 你們看我穿吊嘎都知道了 那也不用擔心 因為最近我 我常帶老婆去市區 可能做產檢啊 或做一些活動 但是呢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欸你不會冷嗎? 你為什麼都一直要穿吊嘎 真的還是跟大家講不用擔心 就算我的包包裡面 真的都會準備另外一件吊嘎 所以我一次可以穿兩件 這樣就比較不會冷 那如果你們還是真心擔心的話 也不用擔心 我有買了那個發熱的吊嘎 所以基本上也是不會冷的 不用擔心我 真的 反而有的時候 因為我吊嘎穿習慣了 你們看我都穿出一個吊嘎的痕跡 那我的手背這一邊 手背這一塊 就是如果說比較冷一點 我會穿短袖 就是會蓋到這一塊 我就覺得有點熱了 這整體已經習慣了 阿今天呢我們的少爺 我們的屁桃爺 你看屁桃在遠方 逛大街走過來了 他的肚子永遠都會比他的頭 還要再前面一點 前額夜非常發達 一個南極仙喔 唉唷 原來他是跟九九是一掛的 那最近其實 我都會覺得屁桃真的蠻黏久久的 他很喜歡就是 就是在舅舅睡覺的時候呢 欸哈囉 今天只有兩隻而已喔 三隻三隻三隻 三隻喔 精實耶 你這裡也一隻高啊 你這裡也一隻 哈哈哈 加油加油 吹咧吹咧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那個 我們分局 這組訓練非常好 非常好 加油 我們那個獄警分局的 的同仁 警察同仁呢 就是休假了 放假 還是還是要來練一下身體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呵呵 那剛剛沒講完 就是那個 屁桃喔 最近都會黏九九 就是九九在睡覺的時候 他都會默默的 走去九九的旁邊去摸他 然後其實蠻有愛的啦 我覺得還不錯 那有的時候他會 依靠在九九的身上 那當然也有人會問說 不要讓屁桃去壓九九什麼之類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 那個壓其實不會去傷害到他的 因為他沒有很很正式的去擠壓他的脊椎 他只是呢 靠在他的身上而已 如果說 九九任何不舒服 其實看他的臉就知道了 不用去擔心說 你未來的樣子 我未來嗎 我一直有在想像耶 就是未來會帶一個 radio 然後到公園 好 那前面的廢話我們不多說 我們先拿出我們的那個抹茶蛋塔 多多還差點跌倒 來抹茶 有有有有 那大大啦 大大真的是有草地就有狗生 來 等一下 我剛剛是破音嗎 來喔 去 欸 阿大大你要去找一下嗎 沒有 他很明顯沒有這個打算 阿多多就給我趴下去了耶 你怎麼會太狠 阿你這麼多 哈哈哈哈 那其實喔 他們在這邊生活都是這樣子 每天 有時間就是 可以到外面跑的 對他們來講是 基本款而已 阿像在草地滾喔 這個也是基本款而已 基本上就是 腦袋壞掉跟沒有壞掉 喔 我大大 哈哈哈 他剛停頓 抖了一下屁頭耶 你年輕的 你生氣喔 他又要找地方 應該又要滾了吧 以我們林津大在滾的那個層次來講 應該是不夠 大家還要來一下嗎 快 快 說來就來齁 我完全沒在客氣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們把那個QQ的兒子轉回來以後 換我們的總裁滾 哈哈 在一個平行時空裡面呢 這對父子是 是同步的 哈哈 叫你送啊 一起滾耶 哈哈 哈哈 突然間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 那我們撇開這兩個剪角的 我們再來看到遠方這一個 他咬球咬到真的是忘我耶 還要滾嗎大大 喔大大還要啦 狗生自此夫婦而求 可以每天享受喜歡的草皮 然後呢 後面享受喜歡的那個球球 來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來 不 不 啊 你在說什麼聽都沒了 啊 可以講人話嗎 不 不 不不不 我們南極仙龍喔 前額夜發達的嬰兒 哈哈 哈哈 我們回來現場 大大還在滾耶 大大今天不知道滾幾次了 哈哈 某個層面來講這個也算是運動啦 不錯 阿朵 阿朵 你要運動給人家看嗎 來 快 快 去運動一下 運動一下 哈哈 哈哈 有的時候遺傳真的是一件蠻神奇的事喔 喔 你看這兩個生到幾乎一模一樣耶 他們的行為動作 什麼都一樣了 好啦 幫你出一支吹鳥 你肚子要脫土了耶 肚子要脫土了耶 肚子要脫土了 好我們來迎接一下我們台灣隊長 之後呢 可能要是代表我們台灣是足球隊 第一守門員 沒有他好像沒有那個意思耶 想要去打籃球 喔 他要去遠方跟人家打籃球的意思 好 那重來 那我們歡迎我們台灣隊長 未來的那個NBA的 繼林書豪之後呢 另外一位了 我真的要衝他了耶 來 回來喔 下來要對 他真的要去打籃球耶 然後我們的老爺 你看 欸 你站起來了喔 今天比較特別喔 你們難得看到我們林青多 居然都在遠方咬球耶 他居然沒有過來跟我爐說什麼 要我幫他丟耶 今天好輕鬆喔 我只要這樣帥帥的跪在這邊 我把鏡頭拉一下 我就這樣帥帥的跪著 甚至可以這樣帥帥的坐著 這樣就好了 那你問我為什麼要想要帥帥的呢 喔沒辦法 跟我搭配在一起呢 就只有帥一個字而已喔 就常常講帥只有一個字 但是他卻跟了我一輩子 這部分的話 我相信很多的少男一定非常羨慕我 不要羨慕哥 哥只是傳說好不好 那媽媽去把他小孩帶回來了 然後我們的北七大大 湊熱鬧跟去 其實說白一點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你看我沒拿起手機 這個時候呢 其實也可以記錄給你們看一下 他應該是要直播了 如果不是直播 他應該就是要錄一些 他晚上要放在他IG上的一些影片 跟大家分享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個 身為網路分享者 因為現在資訊越來越發達 我們人手一隻手機 然後網路又快 然後資訊平台又多 不管是YouTube頻道或者是IG 或者是臉書 其實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讓我們分享很多的生活 所以就變成其實很多的生活節奏 跟十年前是不一樣的 十年前我那個時候在寫無名的時候 嗯 都是拍照 然後拍完呢 或者是我以前是畫圖的 然後都會畫一些 或想一些梗 然後呢 就是寫成一篇文章 圖文的文章呢 跟大家分享 但是現在資訊很快喔 說真的 隨時手機拿起來 隨便照一下 可能就可以 就可以呢 呃 上傳到IG的現實 或者是直接上傳到YouTube頻道 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阿倫多多今天真的是 完全不干擾我呢 我才剛講而已 喔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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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找個好地方 去享受他的球 他今天完全沒有來爐我耶 完全覺得好輕鬆喔 然後在這邊呢 然後也跟各位聊一下 我今天早上有發了一個 一個新的小影片 就是昨天帶老婆去產檢的影片 然後其實也沒什麼 昨天去產檢的時候 醫生簡單講說 你兒子有繞頸喔 就是期待繞頸的部分 那當然對我們一些 這些新手爸媽來講呢 聽到期待繞頸喔 都會有一點驚訝 就想說期待繞頸不是不好嗎 但是後來聽醫生的解說以後 跟上網去爬文做了一些功課 其實還好 期待繞頸蠻正常的 他並並不是說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有四分之一的 新生兒呢 小時候都會把期待繞在自己的頸部當項圈 有的還有繞到四圈以上的 那這部分其實就只要好好注意胎動就沒事 那當下其實聽到也是新手嘛 不大懂 所以如果說如果未來我們有第二胎的話 繞頸那小case那沒什麼 不過呢 因為對我來講喔 這是一個紀錄啦 所以 我還是會把它紀錄下來 因為小時候我們 出生的那個年代 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然後呢 設備也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無法去看到自己 小時候在產檢 然後小時候呢 被超音波的樣子 或者是爸爸媽媽呢 在懷我們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 痾狀況 或者是什麼樣的 生活影像 那現在資訊發達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很好的紀錄 就是 小朋友的 從他還沒有出生喔 現在在產檢 我就一直不斷的在紀錄 然後再大一點就會像這樣子 每天就會帶我們小happy呢 跟狗狗出來這邊散步 然後出來這邊玩 紀錄他小時候每一個狀況 我覺得蠻好的 時間就是這樣啊 永遠不等人啊 過了就過了 所以有的時候 尤其是像小小的東西喔 不管是小朋友 或是小貓小狗 他們在出生的時候 好可愛啊 小狗的時候 像我們剛領養阿兒的時候 或者是大大多多 剛生出來的時候 那只好可愛而已 但是呢 一眨眼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去做紀錄的話 一眨眼 他們就長大了 而且尤其是小朋友長得更快喔 喔 真的是 真的是 你可以知道時間是很殘酷 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我 因為我媽媽 我老婆懷孕到現在喔 已經 已經28週了 大概在兩個月就可以卸貨了 那在第一次聽到小孩的胎動 產檢聽到胎動 確定懷孕的時候呢 我聽到那個心跳的時候 我是有流眼淚的 但是在這幾個月喔 現在幾個月啦 七個月嗎 七個多月喔 其實已經習慣了 他肚子越來越大 然後說真的 我可能是個新手吧 所以我沒有 目前還沒有完全的有那種 當爸爸的感覺 因為 我有很多那種生完小孩的 父親的朋友呢 他們都說 要看到小孩出生以後 才會 真的 就是出來以後呢 你看到他 抱著他 然後看到他本體的時候 你才真的會有那種 當爸爸的感覺 那媽媽不一定喔 因為媽媽 因為確定有了小孩 就是跟著媽媽一起長大 所以媽媽的感覺一定會比我們 身為父親的 還要來的深 但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啊 因為其實男生喔 也沒有辦法幫女生生小孩 這個是我覺得最遺憾的一件事情 如果願意的話 我是可以願意幫我老婆生小孩的 因為我怕他會痛 所以呢 很多時候就 既然我們先天上 沒有辦法去幫助女生 去幫他 抵掉那個痛 但是呢 後天呢 我覺得身為一個男人 還是要 有一點責任一點 所以 很多很多的準備啊 就比如說 小孩以後 他們長大以後 在沒有喝母奶的時候呢 該注意的一些飲食 一些有的沒的 我都有在上網 在做一些功課 就是日後呢 可以 可以讓我們小孩比 就是可以 每天 因為我老婆其實也會煮飯 但是他比較擅長煮泡麵 所以 很多時候也不需要他那麼辛苦 反正我也有興趣煮飯 那就 這個部分就交給我了 小時候呢 常常每次下課回家 就是 最期待的就是 媽媽煮的飯 那當然 我們也不會讓小孩的成長過程中 缺少這一塊 所以我會努力一點 就是 讓他們呢 讓我的孩子呢 下課回家 都有爸爸的愛 爸爸煮的飯 非常的酷 但是這個是很久以後的事啦 就是現在 看著你看看我妹的小孩 屁桃呢 也越來越大 然後 也越長越高 越來越帥 精神越來越好啊 然後 蠻活潑可愛的 就想說 如果有一天 我的Happy呢 也長大了 身為一個父親呢 其實 該有的陪伴呢 我不會因為工作 而去犧牲掉這一塊 這個是一個覺悟啦 那當然呢 這個也不是說 我這樣做是 我敢保證 我這樣講 一定很多人說 哇好好喔 然後就會tag自己的老公 請不要這麼想 其實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世界 每一個人 都有不同的狀況 所以因為像我 我比較幸運 因為 我是回來接家裡的生意 所以我是跟家人一起 一起生活 然後 在鄉下這種地方 我不需要 我是自己在家裡面工作 我不需要去公司打卡 我不需要什麼 去面對上司 或者是去 去做很多的 應酬 Social之類的 所以我可能時間 會比較多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的 很多的父親 為家庭工作 真的也是蠻辛苦的 所以 每一個家庭 真的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狀況 所以也不要說說 欸都 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很常會講 就是說 這個都 好的都是別人的老公 或者好的都是別人家的狗 別人家的貓 自己家的狗 自己家的貓都不會這樣子 或許這是一個網路上 大家很習以為常 常常講的玩笑話 但是其實說真的 嗯 還是 因為 這是你的選擇 你們一起經營 一起去做過來的 別人 你不能一直都只看別人 你的碗外面的菜有多好 既然你要吃這個碗裡面的東西呢 就好好的 甘之如意的把它吃完 那個是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菜色 那當然我有我自己的規劃 所以 我們又是一個網路分享者 所以我很樂意會去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生活 那也沒有說好 也沒有說不好 只是說 有的時候 我常常會看到很多粉絲朋友會留言說 或者是tag自己的男朋友或老公 說你看看 你看看 說真的 我是覺得 沒有必要啦 因為 你的老公 你會選擇他 就是因為他一定有迷人的地方 並不是說我做的就是好 或是對 這是我們自己屬於我的方式 那當然 每一個家都有每一個家庭的方式 就是既然 你的另一半 也是 你也是跟他一起共組的家庭 我覺得 就 就愛他就對了 不要去 去比較 我覺得很多事情比較 沒有比較好 比較也不會說 就是比完以後 人家就會變得你想要的樣子 而且到底什麼是最好 這個世界上沒有標準答案 只有知足的人呢 什麼都好 那如果你不知足 你就是永遠會跟人家比 你會覺得別人就是比較好 我為什麼那麼命苦 為什麼我的另一半都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怎麼比都比不完 而且你只會更難過而已 還不如呢 給自己一點知足的心靈的空間 喜歡自己的生活 過自己的生活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比較舒服的一個人生觀 跟各位分享一下 希望就是 當然 我會盡我自己想做的方式 然後呢 我老婆喜歡的方式 去完成我們想過的生活 但這是我們的方式 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式 所謂正確 這個世界上沒有所謂的正確 跟不正確的事情 只有你們喜不喜歡 互相喜不喜歡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 他們三隻這樣 站一排 哇 感覺好像是在拍 偶像團體的宣傳照 我們鄰近多終於活起來了喔 來 多多來 你也來 今天你都還沒有找我丟 我只丟一次 來 過來來 來 好好好 我丟一個遠的 讓你跑個夠 去吧 帥喔 我們看一下 旁邊大大他們 是看到什麼了 連久久也默默的跟過去了 啊 我知道 因為遠方這裡有一隻狗狗 這裡有一隻狗狗 他在棒賽 哈哈哈 所以 大大想要過去 湊熱鬧嗎 哈哈哈 嗨 是買和平街那邊的嗎 和平街不是 你是大城路那裡啊 呃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講完 好那個 警察波波在跟我聊天 差不多啦 因為我們今天的 簡單跟各位閒聊一下 到這邊就好了 那 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也希望呢 大家好好珍惜自己 現有的生活 然後努力一點 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 希望這個 所有的粉絲朋友呢 都可以 每天都很幸福快樂 OK 好啦 感謝你們收看 拜拜